来看一个车商的公开活动最后变了调 那么这十多辆的这个超级跑车呢 每一辆身价都超过千万 加一加总价超过了两亿元 一起在国道三号狂飙 时速超过了两百公里 任意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 还来个前后包夹 把其他车子吓坏了 也做了最坏的示范 超级跑车油门全开 用两百公里以上时速狂飙 仔细看红的黄的还有灰的 谁也不让谁宛如在国道赛车一般 看见有慢车挡道 超级跑车刷的一声 一口气变换三个车道 如露无人之近 这也是国道三号的南投路段 而国道警察看到投诉的画面 真的是吓坏了 这群超级跑车十多台 加一加总价超过了两亿元 狂飙而过之下 一旁用正常时速开车的普通房车 宛如禁止一般 超跑随意超车 一口气变换三个车道 也没打方向灯 这么呼啸而过 让夹在中间的轿车驾驶 真是吓到屁屁刷 算一算每台超级跑车 售价超过了上千万 成了有钱人的玩具 就算超速加上未打方向灯 以及任意变换车道 全部的罚单加一加 也不断一万块 十多台超级跑车 在国道上卖命狂飙 而让人惊讶的是 这还不是一般的私人聚会而已 中文系列连远兵朱宪明 台中报道